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做這個輸出結束 這個的話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丟公式就好 因為這一題其實如果用VBA來寫會非常複雜 所以剛剛寫完之後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那寫法我想前面都有講過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for i等於第二列到向下追蹤 從A2向下追蹤的最下面一列 這個可能用追蹤會比較恰 因為將來資料會增加 可以也許斑別每一次都不一樣 然後輸出到哪一個欄 就是Sales的ID的D欄 然後輸出什麼東西 輸出這個公式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做法我前面講過 所以這個你就直接複製貼過來 那它要改改哪個地方 基本上改有2的地方 所以這邊有個2 如果你不知道改哪個地方 你可以這樣點一下就知道 點下一個 這個有改變3 這邊有改 所以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把它加一個i就可以 所以貼上之後的話 貼上 然後把這個2跟這個2 把它改成i就可以 那改i的方法就雙引號兩個一到中間 and兩個在一到中間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空白 and的前後空白 並且把這個and這個雙引號到雙引號的這個範圍 把它貼到這邊來 所以做法一樣 所以不用重做 這樣比較快 好 這樣就大功告 所以兩個按鈕把它按下清除 清除 然後再把它結束 就ok 不過因為最後的話 我再補充一個 因為可能會有一個狀況發生 就是那個結束時期 有的時候會被篡改或怎麼樣 不小心被被按到了 比如他可能會打字或不小心打到這個 比如他可能就輸入了 那也許這個資料就被改掉了 那有時候當然我們盡量假如說不需要讓人家變動這個範圍的資料的話 可以再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保護的功能 那怎麼樣去保護它呢 特別注意 第一件事請各位先在 這一個工作表 這邊有一點像一個三角形這邊點一下 全選的意思 全選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的儲存格 按滑鼠右鍵 一樣是儲存格的格式 先確定一件事情 最右邊有個保護 保護地方 它預設是有鎖定的 另外有一個是隱藏 隱藏功能是什麼 隱藏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話 它可以幫你做什麼 隱藏公式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不希望讓人家知道說 這裡面公式是寫什麼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隱藏打勾的 打勾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假設我全選之後這兩個都打勾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可以再到哪個地方把它保護起來 現在還沒有保護 我現在還可以改喔 OK也沒有隱藏 什麼時候會變保護跟隱藏呢 你最後必須要到 教育裡面有看到有個功能叫什麼 保護什麼 工作表 這個是工作表 OK 保護工作表點下去 輸入密碼 OK 然後按確定 然後我輸入1234好了 然後再輸入一次1234 這個時候請各位看一下喔 有不要放上去 本來應該會出現的什麼東西呢 公式不見了 公式不見了 然後按一下這個取消 如果你取消 假如沒有加密碼的話 他就直接取消了 可是有密碼他可能不知道 他亂輸入 按確定會怎麼樣 密碼不符 好意思喔 除非是 知道密碼的人 才有辦法變更喔 這件事情也蠻重要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 你即便給人家 他給你亂改 改完之後他不承認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有的真的 OK 所以這部分怎麼辦 乾脆你先把它保護起來 就 以防止 有後續的一些 事情發生 一勞永逸 OK 所以保護起來 很重要 OK 那問題來了 可是你保護起來 會有個問題 那這邊保護 如果我現在按清除的話 他可以幫我清掉嗎 所以基本上 因為已經保護了 VBA有沒有比較厲害 他可以不跳過保護呢 試一下就知道了 按下清除 這時候有沒有 他出現什麼 執行階段錯誤1004 偵錯一下 他出現這個地方 意思是說你要把這個 空白 就是沒有資料 放到這個儲存格 裡面他跟你講說 沒辦法辦到 因為 你已經保護了 所以 這個裡面就沒有辦法 被你放資料進去了 所以怎麼辦 最後的話 我們順便學一招 什麼 就是說 我 這個地方有個取消保護 那其實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城市 剛開始 的地方 先寫一段敘述 就是 我要取消保護 然後把密碼給他 他這個地方就取消了 等到最後 做完處理之後 我再把 保護回來 意思是說 我可以動態的 先取消 做完事情再把他保護回來 可是要怎麼做 會不會很困難呢 其實在VBA裡面 你只需要 記得什麼 不是很困難 但是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跟他講說 我目前的這個 這個工作表 目前的 活動的 叫 ACTIVE 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 叫SEET 意思說 目前 被使用的這個工作表 我希望呢 點 後面跟他講說 這個工作表我希望 幫我取消保護 取消保護的話 英文叫什麼 保護叫Protect 然後 取消保護就加一文就可以了 N Protect 取消保護 那但是你要刮符後面 跟他講說我的密碼是多少 1234 OK 好 這樣的話我把這個 因為現在這邊卡住嘛 你可以把這個箭頭移到上面來 然後看一下主要觀察一下上面這個地方 如果這一行 跑完之後 按F8之後 上面這個取消保護 改變了 那表示這個地方是沒寫錯的 另外一點 你會發現我剛剛都打小血 可是如果你移開 A跟U 還有S 變 大血的話 那表示你是沒有打錯字的 可是如果你移開 是怎麼還是小血 那可能你自打錯 OK 這也是一個技巧 好 那這邊我按F8 看看上面有沒有改變 大概就知道一下 F8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又改成保護 意思是說啦 他已經被取消保護 現在可不可以Walk 基本上跑跑看就知道了 這邊 這個 取消 有沒有 不見了 下一個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 現在你現在去更改他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改的 可是最後呢 你要記得 他就被你取消保護 也就是都沒保護了 那怎麼辦 最後記得 請你把這一行 複製到這邊來 做什麼 把保護再加回去 保護加回去 怎麼加回去呢 取消保護是這樣子 那保護呢 對 其實蠻好記得 OK 我覺得有時候 那個寫VBA程式 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用 比較直覺的 去推啦 不用死背 像我這些都不用背了 反正就大概知道說 他目前 Active 工作表就去 大概知道一些關鍵字 然後保護就Protect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執行 有沒有 那現在有沒有保護 現在還是保護狀態 沒辦法 變動 然後再加個 再加當然這個也會出錯 這邊一樣卡住 所以怎麼辦呢 增錯 那你同樣的方法 請你把這一行有沒有 一樣再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他的上面 然後他下一行 在Fall跟NAS 再把這一行 複製到這裡 然後把這個箭頭移到上面來 讓他執行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意思是說啦 你只要那個 每個城市的頭跟尾加一下 那就 沒有問題了 不過其實還會有個衍生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將來如果那個人很厲害 他有學過VBA 那他如果學過VBA的話怎麼樣 開啟Visual Basic 他看懂了 你目前 保護的密碼 就1234 那你不就 很快就被知道說 你的密碼是什麼 所以 再延伸出去 有沒有辦法 不要讓他開啟我的城市 因為如果城市寫好了 那如果 這樣不就每個人都知道我寫的城市了嗎 那我密碼如果加在那裡也會被知道 所以最後其實你還可以再多多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如果 在這個VBA Project上方按右鍵 有一個叫VBA Project的屬性 保護 打勾 加上密碼 再加一個密碼 所以你這個密碼可能要兩層的 如果 一層加的話 你最後再加一層 這樣基本上就 就一勞永逸啦 只是說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最後呢 記得你如果把他關掉 他現在開呢 他還是沒有保護 除非說你要把他關掉 重開 那就會被保護住了 所以我這邊把 關 不過這邊可能要 這邊可能要另存新檔 因為我們一定要用什麼 用那個 這個叫啟用聚齊的活業部 然後把他關一下 再重開 重開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OK的 我的這個 這個 開起來 那重開的話呢 這邊啟用內容 然後 然後 一樣是 開發人員 這時候你會發現 剛剛的東西沒有出現 只剩一個加號 密碼 有沒有 密碼的話 你要 打 正確的話 才會 可以出 密碼不正確 就不OK 所以密碼正確 按確定模組 這個地方 才可以 也看得到程式 OK 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 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 請會完成 這個 年齡 跟 結束日期 然後並且把結束日期公式 輸出 多一個動作 就是說要保護 這個工作表 那 保護工作表記著 左上角那個 一個三角形 點一下 全選 按右鍵 滑鼠右鍵 出這個格式裡面找保護 順便也把那個公式 也隱藏起來算 這樣的話 再用教育 輸入密碼 以後就一道 所以這個如果做完之後 在以後再處理 哇 真的 你的Legos就不一樣 OK 以後人家 你怎麼 會這麼多東西 一般人可能會用Excel 皮毛的功能 結果你會的 功能就比別人還多更多 當然 相對起來 你就 這個在職場上面 就會有一定的優勢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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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